和之果片长当中大火 都以为索龙觉醒了霸王色霸气 但是等到弹头倒偏索龙的生命卡 跟星后大火立马猛圈了 原因便是生命卡当中索龙根本就没有霸王色 就在大火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还贼王漫画1122画又追加了一个新设定 那就是霸王色霸气是可以被封印储存的 因此很多人都怀疑索龙之所以可以使用霸王色 这其原因则是因为研磨当中封印着玉田的霸气 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疑索龙又霸王色的剧情中 地方的凯多老师和静是如何评价的 首先是凯多老师 凯多老师的霸自己不仅会霸王色霸气 而且他对玉田的霸王色霸气也是记忆有深 古顶战中他对索龙所释放的奇怪霸气进行过三次评价 第一次索龙使用招式时只用了研磨这一把刀 凯多老师见证完索龙的招式后百分不得其解 最终只留下了一具刀上位和又玉田的气息 紧接着第二次索龙使用了三刀流 并且给了研磨一个大大的特写镜头 当索龙比划着要拿刀砍凯多老师的时候 凯多老师默默说了一句这股霸气的真面目到底是 紧接着等到索龙砍伤凯多老师后 好然大悟的凯多老师根据霸气对自己作效的结果 对断出索龙手中的刀应该是英雄炒男儿的 因此根据凯多老师的这两次评价的话 我们可以百分百得出的结论就是刀上却使用玉田的霸气 凯多老师最开始的时候压根就不认识玉田的刀 之所以说刀上为何有玉田的气息 全都是因为他从索龙的刀中感受到了玉田的霸王色 紧接着等到索龙用这股霸气斩上他之后 他最终才明白这股霸气来源于英雄好男儿 自己最终被砍伤也是因为索龙拿着好男儿的刀所导致的 当年以为索龙其实没有霸王色霸气 他的霸王色霸气来源于英雄好男儿之时 凯多老师的第三次凌驾又变得模棱凉壳起来了 第三次陆飞倒下翻白眼后 索龙最终决定拿出最强的杀招队的凯多老师释放 这一次依旧又是给了研磨一个大大的特写镜头 最终索龙砍伤凯多老师后 凯多老师这一次的评价则是你南部城也有霸王色 索龙听后则回答说他压根就不知道凯多在说什么 最终凯多夸赞了一句这一集可以给我留下伤疤后 关于凯多索龙之间的霸王色剧情到此也就结束了 因此根据凯多老师的第三次评价的话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两种结论 第一种结论便是索龙还是没有霸王色霸气 只不过他第三次从玉田的刀上释放的霸王色霸气实在是太多了 凯多老师觉得玉田的霸气不可能储存那么多 忽然就导致他产生了错觉有位索龙也觉醒了霸王色 第二种结论便是索龙在这一招中也附加了自己的霸王色 凯多老师的话对于玉田霸气的味道是非常清楚的 在清楚的情况下他还疑惑地询问索龙是否有霸王色 很显然索龙的第三次攻击并不简单 可能是因为索龙忽然之间觉醒了霸王色 导致他的霸王色和玉田的霸王色进行了混合攻击 忽然除西玉田霸气的凯多老师这才产生了大大的疑问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百兽海贼团的近视如何评价 竟除了自己不会霸王色霸气之外 他对英雄好男儿霸王色霸气的了解也是一片空白 在和索龙的对战争 他对索龙曾进行过两次奇怪的评价 第一次便是索龙没有完全驯服淹没 在他感觉自己要被刀夺走性命的时候 据说他从索龙手中的那把刀中感受到了非常危险的气息 当时的战况是索龙内风静顺风 在顺风的情况下他专门用他对刀进行了夸赞 因此可以决定的是这时候遭上危险的气息 还是来源于英雄好男儿的霸王色霸气 竟感觉到危险也是因为被英雄好男儿的霸气给吓坏了 紧接着进第二次评价又和凯多老师如出一辙 忽然之间又变得魔能凉壳起来了 当时的情况是索龙倒地不起几乎已经被炸干了 紧接着光月日和对着黑弹大师整个一手小举后 炎魔忽然有了反应并且对索龙进行了二次诈干 最终索龙一段小小的回忆后立马得到了刀的认可 认可后他也不忘夸赞英雄好男儿一番 从英雄好男儿被炎魔诈干大量霸气后 居然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战斗 自己虽然不能像是英雄好男儿那样 但最起码要保证自己的霸气能够稳定下来 这样才能持续输出确保自己不会丢掉小命 紧接着在索龙单手男炎魔的情况下 周围的小龙若立马被霸王色霸气震的 口渡白墨倒地不起 见此情况后继给出了他的评价 那就是你也想成为王吗 因此根据着第二次的情况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索龙貌似有霸王色霸气的可能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伟田老师在生命卡中是怎么说的 在生命卡被图给炎魔一个大大的特显镜头之时 伟田老师的评价是在鬼岛的交战中 有灰色的闪光从索龙的刀冒出来了 难不成他有霸王色的资质吗 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大致胡扯出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伟田老师准备给大伙一个大大的惊喜 那就是索龙根本就没有霸王色 刀创的霸王色霸气全都来源于我们的英雄好男儿 因为索龙每次释放霸王色霸气的时候 他都是拿着炎魔释放的 但凡他单手拿着荷文一次倒释放出霸王色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就不用再继续讨论下去了 伟田老师之所以如此操作让人误会索龙有霸王色 全都是他想给大伙来一个巨大的反差 这样等到真相公布后 大伙除了会感慨伏笔太神之外 还必然会对玉田净黑的五体投帝 毕竟霸王色封印这种操作是他第一个展示的 第二种可能便是索龙也觉醒了属于他自己的霸王色 刀上也拥有着英雄好男儿的霸王色霸气 伟田老师之所以每次给炎魔一个大大的特性 并且让索龙每次释放霸王色都必须拿着炎魔 全都是因为想要让大伙认为霸王色霸气全都来源于炎魔 这样的话等到真相公布后就可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一来是他夸赞了英雄好男儿 二来是他逗乐的观众让大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总之也魔刀上有预前的霸王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而后索龙又没有霸王色圈看伟田老师心情如何 最后再来简单聊一个题外话 那就是很多人好奇索龙之前拿着龙马的秋水 为什么他没有从龙马的秋水当中释放出龙马的霸气 一来是目前剧情只表明说霸王色霸气可以被封印 武装色霸气的话能不能被封印还是后话 龙马大概率是用武装色霸气把秋水变成黑刀的 他本人又没有霸王色霸气 目前伟田老师还没有公布 即使公布说他本人拥有霸王色霸气 但封印储存这种操作估计伟田老师也不会给到他 二来是龙马的地位根本不能和好男儿相起定位 这一点从龙马的姓氏和索龙对他刀的态度就可看出 首先是换刀的剧情 当光月日和说秋水是何吃果果宝之时 索龙的态度非常明确 那就是要刀没有要命想死活不肯换刀 然而光月日和三句话 立马让索龙轻易地留掉了他手中的秋水 第一句话是我手中的这把刀是家父给我的 第二句话则是这把刀是一把斩上铠多的名刀 第三句话便是家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光月玉田 索龙听完这三句话后立马变成了乖乔老师的男孩 直至乌乌由于0.0000001点后立马抛弃了秋水 最后最为重要的就是龙马的姓氏 龙马学名双月龙马 张月玉祖只是效忠于光月家族的一个大名家族而已 不然一个给光月家族打工的 因为是绝对不可能超越光月家族的 因此龙马没有遇人的待遇也是可以理解 好了 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